立法會是經過兩天的會議 是剛剛通過了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 綜合修訂條例草案 今天是香港一個重要的歷史時刻 標注著香港確切落實愛國者治港 條例草案通過之後 會為香港的政制帶來重大的發展 也可以確保在未來這10個月 能夠有序地去進行 三場對香港發展是相當重要的選舉